嘿,大家好 那么今天准备再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开局的小骗招 那么这两个小骗招都是运用在斯坎迪纳维亚防御里面 一个是给白旗用的,一个是给黑旗用的 所以我马上来一探究竟 那么首先白旗第一步走一步这个意思 那么第一步旗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自然 你还是看不到任何的问题 那么黑旗这个地方走一步第五 那么就走出了这个斯坎迪纳维亚防御 那么当然了,白旗这个地方 一时第五非常自然 后时第五马到c3坐在后 后到a5 那么一切都是非常自然,非常合理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白旗比较常见走法就是 第四然后向到第二之类的 瞄准对方的后 那么但是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狡猾的武器 这个局面之下白旗可以考虑走一步b4 b4就坐在对方的后 当然这是一步弃兵的一步造法 那么当然了,黑旗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接受你这个器兵 后持b4 那么然后白旗可以走一步这个非常狡猾的 马跳到b5 马跳b5之后呢,接下来威胁的马持c7进行一个抽居将 那么当然了,黑旗其实防止这个威胁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有很多人喜欢走一步就是后到a5 把后退回到a5去保护这个c7的兵 那么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白旗又可以走一步 向到c4,非常漂亮 那么在这个局面之下就是已经开始这个逐渐的变成了非常非常阴险的一个局面 就是比如说你站在黑旗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局面之下很多人下黑旗这个这个地方就会走这个c6 一步非常自然的一步棋 c6去捉对方的马 对吧,而且这一步c6本身在这个斯坎尼纳维亚防御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步棋啊 将来能够随时把这个后退回到这个c7的这样一个格子上 所以很多人这个地方非常自然的会走出一步c6这步棋啊 但事实上在这个局面之下 c6就是一步已经是一步错招了 那么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局面在白旗有哪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战术组合 好,那么这个地方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发现这样一步精彩的战术 这地方白旗有这一步向持f7将军 这一步向持f7将军非常漂亮 那么主要的想法就是在这个王持f7之后 这个白旗的后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h5的格子 先手将军并且能够跟你这个后在同一条线上 将来有这个马的闪将 比如说这个地方黑旗走一步这个g6的话 那么接下来马到d6进行一个抽后将 那么是一个白旗完全获胜的局面 而且发现而且事实上黑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憋得起可以走 你王到d6的话接下来马到d4 他仍然是一个将军抽后 那么或者说这个地方黑旗可能只能考虑这个王到f6 但接下来这个向到b2将军之后 他仍然没有任何办法 当然了王到d6的话始终有这个马到d4抽后将 所以说他可能被迫只能走一步e5 但接下来后持e5将军 那么王只剩下f7跟g6两个格子 王到f7的话马到d6仍然是一个抽后将 所以他被迫只能王到d6 那么王到d6也确实是唯一的一种可能不会丢后的一个方式 但是接下来在这个后到e8将军之后呢 你发现这个整个黑旗的结构就会708弱 溃不成军 那么接下来这个将军就王到h6了 接下来后持f8 接下来还威胁着这个向吃旗旗或者后持旗旗之类 整个这个结构就垮掉了 所以也是一个白旗可以完全获胜的局面 那么当然了预防这样一个骗招的方式有很多 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局面之下你只要不走c6 基本上别的一些旗都是可以防止这样的骗招 哪怕最简单的走一步e6 或者马到c6这些都是可以防止刚才这样的骗招 就唯独这个c6这步骑的话就会掉到这样一个陷阱当中 所以这个是黑旗需要注意的一个小骗招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个小骗招 那么同样是在这个斯坎迪娜维亚防御里面 但是是给黑旗使用的一个骗招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还是一样 那么e4第5 e吃第5后吃第5 然后这个局面之下很多人下白旗喜欢走一步后到f3 要急着跟黑旗去对这个后 对后 但是黑旗当然不跟你对后 后到a5 然后接下来一切都是非常的自然非常正常 马到c3正常出子 然后黑旗这个地方c6 那么跟刚才提到过那样 就是斯坎迪娜维亚防御里面 这个黑旗经常会走一步c6 这是一步非常稳健的一步 它控制了这个控制了这个第5跟b5两个格子 并且随时都给这个后都可以退到这个c7的格子上 所以说这是非常稳健的一步招法 那么接下来这个第4 白旗也是尽可能把这个像放到第2的位置 瞄准这个黑旗的后 那么黑旗这个地方正常出子马到f6 向到第2 瞄准对方的后 瞄准黑旗的后 然后接下来这个黑旗向到c4 捉下这个后 那么当然后到c3也是非常的非常合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呢 一般来说黑旗比较正常的走法就是把这个后给挪开 比如说后到b6之类的 因为你这个后毕竟是被对方的这个像给瞄着的 但是呢这个局面之下就是黑旗有一步非常非常狡猾的一步棋 黑旗这个地方完全不用关心这样一个威胁 而走一步 走一步非常简单的 E6 正常出子对不起 E6 那么在黑旗走完这个E6之后呢 那么作为白旗来说 他内心可能狂喜 因为我们切换成这个白旗的视角 那白旗一看到黑旗走之不易 那不是内心狂喜 因为这个地方始终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威胁 所以也就是说白旗这个地方如果走一步 马到b5 那是不是直接就赢了呢 对吧 这个局面之下白旗一看 那马到b5直接就赢了嘛 那我一方面威胁你的后 另一方面威胁的马到c7 那马到c7 我这个后也保护这个c7的格子 对吧 所以马到c7和这个相吃a5就两个威胁 对吧 所以说可能很多人比赛的时候 走完这个马到b5之后呢 他直接就站起来 站起来喝咖啡去了 就静静的等待胜利果实的将领 等待着对方应有认输了 那么然而 然而这个局面之下 令白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是什么 请大家告诉我是什么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后世第二的一个想法 后世第二 就是个强制性的将军 这样的想法 那么当然了 这个白旗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接受 王吃第二 然后接下来马到e4 马到e4一个抽口角 王退回去之后 接下来马吃g3 然后这个局面就会发现 黑旗变成静转一子 黑旗这个局面再静转一子 因为你吃马的话 我也吃你的马 当然你可能还有个将军 但是接下来 马到c6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那或者说这个地方 你还能怎么走 马到c7将军 那我这王 王稍微让开一步 你吃我剧的话 我也可以吃你的剧 那这个局面的话 始终都是这个 黑旗多一个子 所以是黑旗完全获胜的局面 所以说刚才这个局面之下 如果你没有发现 这样一部妙旗的话 那么至少你现在知道 那么你以后的话 脑海中就会有这样一个 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那么当然了 这个地方如果你刚才 你找到了这样一部妙旗的话 那么当然了 你也不要沾沾自喜 不要得意忘形 因为毕竟 毕竟是刚才跟你出了 这个局面之下是有战术 所以你才会想一些 强制性的招法 那么如果真的在实战对局当中 你遇到这个局面 对方走出这个马到b5之后 你可能直接就英勇认输了 也说不定 好 那么还是希望大家 依然能够非常享受 今天的这两个小片招 那么另外 我还是要感谢一下 本周砖头拍死你 尊主灭道 闪光高富帅李凌峰 和停止我的干饭行为 以及本月的七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给我激光的充电支持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费舍尔的系列 依然是来日方长